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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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很快就来到《视网网脱落》了 差不多 还有一个题目 OK 《视网网脱落》 我刚才给你看过眼睛 这个是一个横切面 如果我们斩开它 这个眼就在前面 这个是角膜、瞳孔 这个是你自己的晶体 光就从这里进来 射到《视网网》 接着这条是神经线 即是它接收的信号 就会传到脑子 所以这是一个眼的横切面 《视网网脱落》 这里的《视网网》裂开了 裂开了,它开始 离开后面白色这一层 我们叫拱膜 当然有这个情况 这些就是《视网网脱落》 其实《视网网脱落》 通常《视网网脱落》就是这样的 我再重新说一次 不红、不肿、不痛、不痕、没有流眼水 它会突然间黑了一疊 掩住一只眼的时间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角落黑了 那个角落可以是 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 但是不会在中间 黑的地方一定不会在中间出现 一定是旁边出现 那么黑影慢慢走下来 慢慢向中间走 黑影旁边的地方 你看到这些可以有些鬼影 走 那些形状全部都可以 这些就是《视网网脱落》 通常有这个黑影之前 可能突然间 好像飞蚊 突然间很多 突然间飙了一堆黑影 一堆蜘蛛网 然后过两天可能 咦?为什么黑黑的? 这个就很像的了 这个就差不多八九成是《视网网脱落》 高近似的人 容易点有《视网网脱落》 还有男性 又容易点的 因为如果你从事一些剧烈的运动 例如打拳 或者是 踢球 喜欢顶头锤 那就容易点 前排好像曹星渝 赢冠军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去试一下打拳 我们也是 相计地看到 好像多了《视网网脱落》 但这个就不科学 没有科学根据 只是我看得到 这一幅图 其实是《视网网脱落》 就是说《视网网脱落》 是不红不肿 不痘不痛 不流眼水的 所以 黑了一块才是最危险的眼科学症状 好了 治疗 也是要手术 因为《视网网脱落》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搞的 一定要进去整理它 你看到这个人 他的《视网网脱落》 这样走出来 你看到正常的《视网网脱落》 应该是黏住了 现在这个阶段 他入水 入得多 整块都掉出来 第一步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中间的玻璃体 切除了它 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个洞 接着我们会放些重水 我们叫做 把整个《视网网脱落》 夹扁 在这个洞里 把所有的水都放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水都抽出来 在这个位置放些冷冻 或者激光 其实意思就是 你穿了那个洞 我们放些胶水 或者放些 类似的东西 简单一点 不过是 我们医学用的东西 说得很厉害 用激光 用冷冻 其实是等于放些胶水 或者放些 石面 就像别人 放些东西 把它黏住它 简单来说 然后很多时候 人们做完手术 说要趴在整个月 说要有气泡在眼上 其实这些是比较 旧式的做法 现在新的做法 其实很多时候 是看那个做手术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做手术的时间 我可以把所有的水都夹出来 我很肯定觉得 我把所有的水都弄出来 还有你的小孔 我把所有的小孔都放下 下了膠水 下了激光 下了冷冻 完全没问题 其实我把气泡进去的作用 其实只不过不想水 碰到你的小孔 要用 给那些胶水 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 因为那些胶水 就不是立刻可以黏得住 所以要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才叫做maximum 就是最厉害的 黏得最厉害的 要大约两个星期 通常来说 就有个气泡 让水不要接触到它 不要再走下去 那么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可以了 通常这种情况 就不需要怕 通常我自己做完的病人 可能怕一天 或者两天 depends 有些很严重的 很大剂 还是要趴一个月 通常来说 我们接触到的80% 都不需要趴很久 一天到已经够了 然后眼里面 会有个气泡在里面 看东西 会蒙三四个星期 这是真的 你会觉得里面 好像有个波 头移动的时间 它的波会跟着移动 其实很困扰 因为很多人觉得 一走出街的时候 哇 这里好像有些光 在闪 在闪 差不多要维持三四个星期 是很难受的 有部份人 通常来说 如果有了这样的情况 而你趕着要上班 或者文书工作 或者有些事情要做的话 通常你可以戴眼镜 找一块纸巾 在前面遮一遮它 就变成靠眼睛 当然如果你开车 如果你是做高空工作 如果你要做一些重型机器的运作 当然是不可以靠一只眼 对危险 OK 那视网膜脱落的治疗 就说了 有些旧式的视网膜治疗 这些就叫拱膜扣压術 你看到这里有个视网膜脱落 这些大约是三十年前 可能三四十年前 最尖端的科技 就是在眼外面 放一条管 夹住它 其实理论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孔 其实正在进入水 其实为什么有一个孔 就是因为玻璃体扯着视网膜 扯爛了 扯开了它的时候 水就走进去 其实它就将外墙夹住它 夹扁了一个孔 让它进不到水 然后就等后面的泡水 慢慢自己吸收 如果我们今天做的玻璃体扯除水 就直接将那些水 用一种特别的仪器 压出来 抽出来 这个就是需要 盖了一个孔 然后让它自己吸收 这种方法 在年轻的人 是特别有用的 因为其实年轻的人 譬如我们现在说十八岁 十八岁 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 二十五岁 根本的眼睛 自己本身是 完全没有什么退化的迹状 你做这种方法 就更安全 因为变成 如果你用一些玻璃体扯除术 去做一些年轻的眼睛 它可能很快 跟着有白内障出现 就是你要再做一次 还有跟着 那些玻璃体 它会黏着视网膜很实 未必那么容易可以全清掉 如果全清不了的时间 有机会有一些很严重的病发症 当然 这个等待我们会再说 那 还有一种视网膜治疗方法 在香港其实没有人做的 不过在澳洲、美国 或者加拿大都有人这样做的 它就是其实在眼中 直接打个气泡进去 打个气泡再加冷冻 这个其实是Date Surgery 可能两个小时都不需要 这样搞定 甚至乎不需要进入手术室 打了进去 有个气泡 顶住在那里 顶住了你的洞 然后给自己的水 慢慢收回 其实原理 跟刚才我说的拱膜扣艾术是一样 不过它连手术都不用做 直接打个气泡进去 再加外面加冷冻 成功率当然低一点 但是问题是有些人 譬如如果真的很病 完全不适合接受手术 而且是不可以定的 可能他有一些恐惧症 或者他甚至不清醒 或者有些精神病 那怎么处理呢 又不适合做全新华罪 这是可以考虑的方法 但是香港的 expertise 从 expertise 来说 暂时还没有人做这些事情 好了 后遗症 前方医治好了之后 全部贴上去 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其中一个有后遗症的问题 就是你看中间的东西 可能会转了 你看到正常的东西 应该是直的 如果它有些转了 这些东西其实很难自己消失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会消失 要看它能不能承受 自己的脑能不能接受到 以及它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 来适应到 去维持它的工作能力 去维持它的生活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唯有用一些眼镜的方法 尝试去阻止它 看看会不会好些 通常这些后遗症 如果是它 是脱落出现的时候 如果那个黑影已经进入到中间的话 有那种后遗症的机会 就高很多 虽然来说 很多人做完 都有轻微转 而且很多人都接受到 但是有些人是转得很厉害 转得很厉害 转得很厉害 真的会很受影响 这个又是其中一个后遗症 刚才我说 如果玻璃体切得不干净 或者它黏得太厉害 太危险 不可以转得太大力 去清除它 有一个机会 如果它发炎结巴 它去到这个地步 就很难搞 就算你弄好 都不会视力看得很好